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发现 现在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但彩超显示是心脏有点肥大 医生建议微创手术 先行病是异常形态吗 它现在没有什么症状 需要处理吗 这种病是否需要手术 他是检查出来的 其实还是已经三十岁了 我说过了 我从原始点疗 研究原始点之后 我更坚信 检查它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检查出来的都不是疾病之因 都是果 那既然前面也讲了 看得到的都是果 那它照出来的当然也是果 所以这个心脏的缺损的问题 在原始点的学法就是异常形态了 那异常形态 在我看法不属疾病 因为如果它是疾病之一 那应该你有症状 它也没有啊 因为果不生果嘛 不可能这个会造成症状 那原始点或中医 都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很明显嘛 他没有症状 当然就不需要处理 那对于这些异常形态呢 异常形态可以 你如果担心的话 可以保养 怎么保养呢 你上背部安安看 如果有痛点压痛点 那你就先把体伤解决 那体伤解决了 怎么还会有 还会有病呢 因没有了就不会产生果 有果必有因嘛 所以我的看法 这个不需要手术 因为它没有症状 那没有症状 只是异常形态 异常形态就保养就好 那保养 其实原始点可以治未病的 所以就照原始点 从上背部去找痛点 那如果有就解决 那平常你可以运动 加强上背部的运动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